陳正恩 陳局長 蕭伯仁 蕭署長 現場的局處長 大家的老早 本社在這裡感謝我們多多南區的鄉親事大 還有我們大台南市民 跟維韻財部的聽說 讓我有這個機會來在這個地方 來為到我們的生氣 進一份生辣 所以我就要來進行今天的市場總之順 我想今天要來跟大家探討的第一個議題 就是經常聽到我們在說關公關公 我想我們大台南最適合關公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南區 我想我經常之前也有跟很多好朋友來報告 其實現在的關公其實強調的是深度旅遊 所謂的深度旅遊就是在同一個地方 它可以有多元性 這個多元性在南區多好有 我想你如果在南區這個地方 大概你如果遵守我們南區的重心點 大概不管騎自動車或是騎腳踏車 甚至開車 20分鐘就可以到這個黃金海岸 看這個看夕陽 可以去海邊玩 20分鐘可以到我們的岸邊古步 可以去看古蹟 20分鐘也可以來到市場 可以去新光三月購物 可以去新光三月購物 20分鐘你如果高市公開車 開八十六號山 很快就可以到旗米博物館 甚至還可以去荒山喝咖啡 所以這個南區是一個很多元 有材料 有互合深度旅遊的地方 那特別感謝我們的市府團隊 過期的努力 跟我們的這個 過期 南區對外的出口 就是我們的台南基長 過期台南基長 是大家人家的派出名 因為台南基長的噪音衝刺 常常不堪勤勞 但是呢 這個在我們這個 大家打拼之下 我們的台南基長 現在已經開始 這個有相關的國際的這個 航班 包括尊臨 這個特補的香港 在古年都 特補的這個日本的台本 接下來六月分 特補的這個外南的富士民事 副理哥我想在這個部分 其實之前也有特別 跟我們的王十詩王局長報告 其實我們看到過期 日本也好 還是說之前的這個 香港的直飛量 當然香港因為它的航線 推動比較久 我們推行比較久 所以這個航線 更少 最少也有五六星 最多 局長說有八九星 這個但是 日本的大阪航線 這個 這個 比較壞的時候 台北加村三四星 更好的時候 台北加也有五六星 當然這是 去年都十月分開始推動 可能我們的鄉親 又沒有習慣 是說這個 對這個祖墳 又沒有了解 但也沒關係 不理哥 我有這個沉船來探討 這個相關的原因 因為我們的香港 香港是每天飛 每天去 那邊又有一班飛機飛回來 所以每天飛 所以不管什麼時候要去 那時候要回來 都很方便 不理哥 我們的日本的航線 是三六飛 而且在這個觀光旅遊的部分 算是晚去找回 那三六飛就會變成 怎樣 就說 要對台南 或是說 去到這個 日本 要想要對日本 直接回到台南 那時候 三六飛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禮拜三去 那有可能要嘛 就禮拜六就回來 那在這個晚去找回的情況下 靠頭靠尾 其實 這個可能存不三天 七頭 禮拜三去 禮拜六回來 就是人家說的四天三夜 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拜三去 後來拜三又不會回來 那這樣子八天七夜 這 無關是四天三夜也好 還是八天七夜也好 老實說 都沒什麼符合到 我們台南人 還是這個 國人旅遊的一個習性 所以這 這 近前這個 王局長有特別 這個 有說到 要跟華航繼續協調 不知道現在協調的結果是怎樣 跟議員報告 是在航班的時間 跟航班的這個 飛航的這個天數上 其實我們一直在跟華航爭取 那現在華航最大問題是卡戰 因為我們的飛機是跟高雄做串飛 就是他並不是一架獨立的停在台南 為台南 所以這個部分一直在協調 那到目前為止 現在 另外一個方案就是協調 做出四天三夜的這個 遊程商品 來改變旅遊習慣 那這兩個部分都同時在走 可是關於 飛機的時間這件事到目前為止 其實還沒有辦法 調整到其他的時段 希望局長再繼續加油 因為 你要改變國人旅遊的習慣 我想這是比較困難 很困難 因為一大天 飛機票幾個了 有時候要去日本去 沒有去多多幾天 我想這個四天三夜 老實說是比較不夠 因為基本就要五天 老實說基本都要 一般都五天四夜 那再加上我們搬機的時間的問題 所以去那邊其實 這個扣頭扣尾 其實剩下的時間 在日本真的可以在日本 算的時間 真的不夠 我們在努力爭取 其實如果會做這個 台南到日本大阪航班 其實大部分 也有可能是自由行的旅客 那這樣子對不到三天來說 對這些自由行的旅客 其實這個想要從台南出發的意願 就會再降低 所以這個再特別拜託局長 是 局長先請坐 這個也要分享給這個 這個我們說到機場 所以想要分享給市府團隊 一個資料 我有特別去跟這個移民署 這個處境管理局 來調相關的資料 其實我們如果看到 100.3年度到100.4年度 其實我們的這個對到 國人對到我們頭部機場 出發去亞洲地區 中五名 第一名 最當然是日本 第二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陸地區 第三名是這個中國的香港 第四名是泰國 第五名是南韓 第六名是澳門 第七名是新加坡 第八名是越南 當然這個 越南是我們接下來 要繼續努力的這個航線 這個 這位是日本地區 其實我們看這個各兩年 大概有五百多萬人次 這個出進到日本 那我想這個日本一定是非常的 popular 是非常的行 當然這個中國大陸跟中國香港 還有中國澳門這個更不用說 這個因為去那邊其實算是很方便 那下一頁 那接著我們看完這個桃園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高雄 那高雄一樣 連續兩年 其實日本的行動的部分 增加了很多 第一名也是一樣是日本 第二名也是中國的香港 第三名就是中國的這個大陸的地區 第四名是澳門 第五名是越南 所以我們開發這個越南的航線 老實說可以說 我們有看到這個時代的一個趨勢 第二名是韓國 第七名是泰國 第八名是新加坡 第九名是菲律賓 那我們另外 這個從這個趨勢其實可以讓 這個我們那個不管是局長 還是包括我們市長 還有我們秘書長相關的各部門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這個趨勢就是說 歐洲是我們台灣人 比較容易去的亞洲地區的國家 我想台灣機場短時間內應該 還沒有機會飛到歐洲 也沒有飛到美國 所以我們沒錯 我們的目標應該放在前往亞洲 那我們那個 來看到這個 我有上網查一下資料 在2015年 阿古達 這個阿古達.com 他們來做一個統計 台灣人最喜歡去的 十大亞洲新興景點 第一個就是泰國 接下來 二到八名 全部都在日本 包括長野 金澤 油布市 廣島 雄本 福岡 長崎 第九名 也是在泰國的大城 第三名 也是在日本 我們再來看Hotel.com 所看到的這個 國人海外旅遊排名 這幾年內有增加的 第一名是東京 第二名是大阪 第三名是泰國的這個曼谷 第四名是香港 第五名是這個索爾 第六名是這個京都 第七名是這個沖繩 第八名是新加坡 第三名是中國的這個上海 好 下一頁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從剛才 這幾個統計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其實我們的台灣人 最喜歡去的亞洲的地區 這個如果是扣掉 我們現在已經有的班次 或即將努力的 即將實現的班次 扣掉日本 扣掉香港 扣掉這個越南的一個部分來說 那針對於其他的一個國家 那期待這個市長可以在 我們在未來的航線開發上 其實如果你看到過去的統計量 國人這個韓國的部分 一向是前五名的一個國家 那最近根據不管是網站或統計資料 有一個新興成長的亞洲的一個國家 也最近在最近受到國人喜愛 那就是泰國 所以未來加速公有機會 這個我想這個要特別拜託市長 當然這個航班 這個是step by step 每一年都要透過市長去盡最大的努力 那既然有這麼好的基礎 在過去的這三四年內 我們也創造了三條國際的航線 接下來也要拜託市長 拜託我們的觀光旅遊局 網局長 是不是在未來的一個部分 我想跟上國際的趨勢走 跟上我們國人旅遊習慣走 在未來的航線開發後 這樣子它才比較容易符合市場效益 這樣子有市場的效益的話 這樣子有市場的支撐 這個航線比較會背後比較穩 這個在特別拜託這個局長 我想局長這個關火靈機 所以這個我們南區這個發展的速度 可能火靈機也載 這樣會比較快 所以特別拜託局長 也特別拜託市長這個部分 市長 在那裡感謝陸議員的指教 你用很少資料來說明 很感謝 我們台南市開始 學習後後 我認為說交通 看電觀說交通很重要 也去討厭 也很高興 阿方公司對台南市很支持 所以背香港後背台辦 六月份後後 還有外南 我們就要再背外南 我第一次除了剛才 陸議員的這個指教 我們的上市研究 更加努力來增出之外 我也希望我們台南市的鄉親 我們應該要多多來坐 坐去香港 你如果要去香港 還是要去台辦 優先來坐 我們本身的這個 在台南門直行的這個路線 阿不不 因為發行 它也是一間公司嘛 它這次算民營的公司 在商 延商 我們如果好不容易爭取到 沒有看好的畫面 它來幫我們幫忙 我們如果沒有支持 這樣會吃 對它來說 就經營得很困難 另外就是說 平衡你如果要去北的國家 我也希望 我也建議你 優先坐華航公司 我這樣說 可能對今天的公司 比較不公平 但是不理會 因為我做市長嘛 感謝華航對我們的支持 如果要去北的國家 如果要去北的國家 所以如果要去北的國家 優先選擇華航公司 這個也 定義我們對華航公司的回報 我們要這樣幫忙 如果這條航索沒有賺錢 但既然今天的航索 看台南市對它才支持到 我相信 要去北的 像剛才說的 要去南韓 還是要去泰國 除了二連都有機會 另外呢 因為泰國 剛才是資卡病毒 台灣已經發生第二的 資卡病毒的案例了 這兩個都是來自泰國 所以我不是說 叫大家不要去泰國 因為你有可能有其他事業上 或是觀光上 或是其他事情 你一定要去 不是說叫你不要去 但是要去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比較細緻 包括穿當秋鵬 穿當口 擦防文藝 擦防文藝 就像我們一般 在風景天高的風景一樣 所以特別照顧 我們留意願的時間 跟我們市民報告 謝謝 謝謝市長 我想剛才市長有在說 這個交通這個很重要 那我想這個如果考量到 剛才其實我們有說 這未來我們的台南基長 跟蘇公說 真正做 要變成一個國際的基長 我想可能台南基長 他目前當然航班量 離全盛時期 其實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但是你如果要這個 這個願望國際基長 可以來變更大的 其實我想未來 要拜託都發局 或這個觀光旅遊局 其實應該去做機場的通盤檢討 特別是機場 這個目前它的大門 它是在大同路的一個部分 那它的腹地上 這未來 如果我們的航班 越來越多 未來我們出國 從這個地方的人次 如果越來越多 那我想以現在 這個可能在十年後 可能在幾年後 我們的台南基長 目前的腹地一定是不夠的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 透過都市計畫通盤討論 通盤檢討 可以把這個台南基長四周圍 包括來接近永成路 加有可能是農業區 有可能是保護區 應該統一納入通盤檢討裡面 這樣未來 我們的台南基長 比較有機會來成功 來變成到我們的國際基長 大家都知道說都市計畫的過程 它的程序要相當的久 但是如果可以在這個時候 先從都市計畫著手 來符合十年後 我們這個台南基長的 國際化的一個趨勢的話 我想從現在開始做 應該時間最可能又會有 所以我先把這個局長 和我們的都發局 特別來拜託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有機會未來能夠 來做通盤的一個討論 我現在另外一個部分 我想要請到這個交通局局長 張局長 張局長不知道 你對到這個高雄捷運 這個鋼山路主的延伸線 你進度上有什麼樣的了解 跟議員報告 其實高雄 北高雄跟台南 他的生活圈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曾經也建議過 希望跟高雄來合作 就是跟我們高雄現在的捷運紅線 未來可以往北延伸 跟台南的捷運 未來的捷運接軌 這一部分我們也跟中央爭取 希望交通部給我們可行性研究的經費 我們目前正在爭取當中 好 那我想先跟局長先請坐 我想先跟市長報告 根據我得到的資料 現在這個高雄的捷運紅線 目前正在坐南甘山站到鋼山站的 一個第一階段可行性評估 尊責這個家具的順利 可以白延的話 它會延伸到這個大湖站 高雄的大湖 暗勝在這個116年 以後可以來這個完工 可以來通車 那相當的剛好的 那我想在上個禮拜 那我們的交通局 也有一個相關的新聞 就是我們的 這個我們的第二階段的 智慧交通系統 那我想是不是這個交通局局長 我想這個智慧交通系統 現在所外傳的 是包括這個從平石營區 到安平的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外環線 那這個交通系統 目前根據這個相關的報導 應該是用輕軌的方式進行嗎 局長 跟議員報告了 就是說我們會規劃最適合台南的先進運輸系統 那包括系統的形式 包括路線 那其實我們初步的先進先期規劃都做好了 那最近我們會在府裡面做最後的確定 確定完了以後我們就會對外公告 好 那目前網路上很多傳的都是 都目前還不是確定的版本 都不正確啦 不過我想其實有一個部分是可以確定的 就是說我也希望可以確定 這個平石線怎麼畫 當然它根據很多的交通狀況的考量 還是說你最後你要用地要怎麼去徵收 可能你有很多到時候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你會考慮的比較詳細 但是我想這個外環的部分 通過這個中華路 中華東西南北路 這個線我想這個部分環狀的部分 希望它是一定要這樣子畫 因為你只有這樣子畫 你才有辦法把所有我們這個 不管是台南縣 原台南縣的永康新市正在發展的地區也好 還是說我們的原台南市的所有的區域也好 這樣子才有辦法把它串連起來 那目前根據外傳的這一個部分 這個是比較像是東京的三手線的一個概念 但是如果我想這個 既然它是一個外環 那我想它的外環它必須要就是 有辦法把所有的這個我們台南市 比較人口比較密集比較多的區域 可以來這樣子把它來這樣子圈起來 我想如果你有辦法把它這樣子圈起來 其實台南市不管永康 不管是在北區 那個在南區東區 其實從任何一個點 它都有辦法到其他的區域上面 其實這樣子會相當的方便 那我想這個不管是在這個高雄 我們的高雄捷運的紅線的延伸 未來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努力 還有包括這一個這個我們的交通 第二階段的交通智慧系統 那我們的外環線的一個部分 那我想你的外環線不管怎麼畫 應該都還是會經過這個中華路 跟中華東西南北路 因為這個是現實上的一個考量 那我想接下來我想提供兩個方案 給市長或這個局長做參考 那如果我們的像根據我們這個交通局 我看去年11月19號的新聞 那我們的局長剛才也有報告 其實我們高雄市也好 台南市也好 其實有合作的默契 希望將這一條這個捷運的紅線 這個有辦法向北來做延伸 那我想如果向北延伸 其實最好的路徑如果結合了 我們剛才所說的未來我們即將 有可能在107年啟動的一個交通系統 這個外環線的部分 我想要提供第一個方案 就是說如果大福可以北延經過奇美博物館 經過台南機場 再經過中華南路跟中華東路 跟大同路的交叉口 從這個地方來跟我們這個外環線 來做連結的話 那我想特別是通過這個機場 不管未來有幾個好處 你這個台南市的市民 只要在這外環線的周圍 未來想要去高雄玩也好 需要去搭機也好 這樣子都會很方便 相反的這個高雄 北高雄的部分 北高雄想要來我們台南市市區玩 相對的會比去到高雄的市區更方便 而且是方便許多 第三個如果他有辦法連接通過我們的台南機場的情況下 那這樣子未來不只這個搭機的人 這個搭機的人都可以透過這個外環線 甚至透過裡面的目前佔定叫做平時線 這個都可以通過這個交通運輸系統 不管是台南還是北高雄 未來要來坐我們台南機場的會聯機 都會相對變成很方便 如果外國的路線 要有機會來到我們這個台南機場 要來台南市場的會 相對的 尊重這個線 尊重有這個建立起來 我們機場的路線 要來到我們的市區 就不用 要選擇很多元的交通工具 其實就有點像是火車站到我們高鐵 砂輪站的砂輪支線的概念 所以我想特別拜託這個市長 還是拜託局長 這個未來這個捷運紅線 高雄的捷運紅線 不管有沒有要向北延伸 尊重有向北延伸 這樣我想這個要我們其實 要朝這個目標 極力的去爭取 那因為有剛才我們所說的 有這麼多的好處 但是相反的 如果這個未來跟高雄合作之間 這個當然它還要有比較長遠的討論 跟長遠的計畫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建議 當你的外環線如果確定的話 是不是可以多增加一個支線 我們先從這個中華南路到台東路 走來到台南機場 先走來等 我們這個捷運 高雄的捷運 是不是要向北來做延伸 那如果未來有向北做延伸 那這樣子就接到機場 也可以通行 即便未來可能 到時候發生什麼狀況 其實我們沒有清楚 但是如果我們做的 他也沒有向北延伸的話 那至少 至少我們可以先做這個到台南機場的支線 讓我們市區的民眾要去機場也好 還是說這個外國的這個朋友 外國的觀光客 要來到機場 來到我們台南市玩也好 都可以更加方便 所以這個未來 這個可以拜託 局長 可以納入 山路的考量 或是說 這個在我們的這個 智慧交通系統裡面 可以多一條小支線 對到我們的外環的部分 可以連接到我們的台南機場 我跟議員報告 剛剛議員不管是針對路線的規劃 跟未來支線的一個規劃 這個建議都非常好 我們會納入未來的這個評估考量 第二點是 關於我們跟高雄的合作 我們之前針對高雄捷運紅線的北延 我們是有過協商 那所以這一塊呢 就從大湖到台南這一塊 我們會由我們台南市來規劃 所以我們未來的先期規劃 會把這一段全部都納進去 好 那謝謝局長 局長先請坐 市長 感謝旅館的指教 剛才說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我們本期的交通 我們在關於學平前 其實我們的交通運輸不久 所以關於學平之後 我現在就是把交通建設做的一個 很重要的工作 我也很堅定 我們高雄局局長 推動節文化的公共運輸系統 這幾年來有相當的成績 關於學平前 我們坐這個客運的 今年差不多七百四十六萬人儲 去年已經一千八百 控制萬人儲 所以公共運輸 在客運比公車這部分 路線已經很積極 六大間線 七十二條支線 其他都加起來 差不多一百百八條 所以這個已經完成 所以我們第二階段 就是去建設 比較先進的運輸 就是剛才在指教這個 目前已經幾月差不多 但我做最好決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案件送到中央去建設 第三點就是 第二的重點就是 要怎麼參加高雄合作 我們紅線 北延到我們台南 我們局市長也很支持 他們是因為這樣 會讓本身紅線的紅線 會更增加 這部分 因為這次 這次已經 新的政府已經開始 我在行政院的時候 全力來盡處 我們台南市 貫高雄 哪產像台北 和新北市 最受到 北部有最受到 我們台南有最受到 來帶動 我們隔壁分寧和嘉義 隔壁屏東 共同來發展 以上簡單說明 好 謝謝市長 謝謝 那我想 其實 這個 頭隔 我們在這個 上一個來討論台南基長 這個未來的發展的情況下 其實也有跟這個 我們在座 我們的所謂局處長 包括我們的市長 來做建議 剛才我們提出了 這個未來我們的機場 是不是有機會 來擴充到永城路 那如果假設 他有機會 擴充到永城路 那這樣子 這當然 這就要 這個我們的 這個大湖線 它的北宜的路線 那我會建議 他要經過 仁德的中正西路 然後再經過 我們接我們的永城路 來接到我們的 中華南路 跟永城路的交叉口 我想這個部分 這個路線 也非常適合 因為這可能未來 我們如果要做 相關的這個捷運 或者說我們要做相關的 這個大眾運輸系統 它土地取得的成本 它會比較低 因為我們永城路 這個 它路比較高 是一位 目前來說 台頭送也都是要跟農業區 所以 那這樣子 它就有機會 也可以 讓我們的機場 更符合 十年後的發展 也有機會 透過這條捷運的北沿開通 有機會 可以讓我們的 萬里 勤心 火車 可以有進一步的發展 謝謝 那 不過在我這個建議方案 這個二的前提下 有這件事 我想 無關這個 這個高雄捷運 要不要來通過這個中正西路 在北街永城路 這個都要先做 就是我們這個永城路 這個樓底 來連接八六這個地方 因為它目前 這英城路的樓底 連接到這個八六 它接下來就存一個雜道口 而且是這個要往東的一個 往東或往西的雜道口 但是另外一邊八六的另外一邊 認定的部分 我們是無法對英城路底 來經過八六 直接來接這個人家的中正西路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是不是特別 拜託我們市長 還有拜託我們幹部局長 我當然知道這個部分 開票的部分 它的總工程經費 高達這個9億2900萬 但是如果它能向中央來爭取經費 依照新建雜道口的一個 這個民意 這樣子可以減少了將近六億元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支付負擔 可能就存不 大概存三億左右 那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它有辦法 在這個做打通的情況下 這樣未來我們南區 要去林鄭的部分 也可以變成很方便 不知道這個 這個再特別拜託市長 在未來這個開闢道路的徵收上 拜託這條後的機會 看能夠優先 可以勝負 那這樣子我們未來的八六 它要不管是下這個灣裡 還是下這個下灣裡 還是下冷地 它上對它就更方便 這個我們南區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要去到林鄭的實戰 我們也可以直接 從英城路路底來做通過 那這個部分 它可以促進這個我們交通 南區的交通更完善 這個再特別拜託市長 所以我想其實我們剛才有特別提到 所以我有建議了兩條路線 那未來我們真的很期待 特別是在上個禮拜五 我們的新政府這個小英總統上任之後 那我想這個不管是高雄 還是這個台南都期待 能夠更緊密的一個結合 所以我們這個很期待這個捷運 一定要北延 那至於北延之後 它要採取的是方案一 還是方案二 那在希望我們的各局處 可以詳細的評估 不過我還是相當的期待 相當的建議 希望如果外環線能夠 這個確定路線之後 那外環線的部分 希望能夠有接一個支點到台南機場 這樣子才有辦法促進機場的發展 還有讓我們這個我們的 台南的這個鄉親 來去機場的旅遊的時候 可以這個更加更加的一個方便 那我想下一個部分 我想這個要來跟大家討論 我們南區的黃金海岸的部分 我想一開始有跟我們市長 跟我們局處長報告 我們的南區很適合這個深度旅遊 我們20分鐘可以到我們的黃金海岸 看夕陽 我想這個黃金海岸 其實大概應該在十幾年前 其實黃金海岸的沙灘的腹地相當的大 大概我也有跟我們的新人的秘書長報告過 大概有100公車以上 所以其實這個沙灘它很大 很多的年輕人還是很多朋友 都喜歡去黃金海岸 走走走看看 伴著海浪唱情歌 看著沙灘彈心事 所以過期的黃金海岸 可以說是讓我們這個很感激的地方 不過我想我們現在的黃金海岸 它當然有包括很多過去的歷史的因素 導致現在可能沒有辦法 好像原本的全盛時期一樣 那當然我還是要先感謝市長 還有我們的這個市府團隊 其實在黃金海岸的一個部分 特別是大家相當關心的船屋 在市長的關心之下 那我們在今年度也編了2080萬 來做船屋相關的使照的一個取得 那我想這個部分如果今年度有辦法完工的話 可以說順利這個打出這個黃金海岸 翻轉的一個第一步 不過我想這個也是要先拜託 我們的王實施局長 還有我們的李秘書長 特別來注意我們黃金海岸 其實我想黃金海岸目前有些現況 要再加油 特別是這個海販山有很多黑白 這個黑白其實我常常拜託農業局 還有環保局這個部分要去努力 黃金海岸有時候這個黑白也是要再很多 會破海景觀 那我想還有包括我們很多管線外露的一個部分 還有我們的工友設施 其實設計上比較還這個需要改進欠缺考慮的地方 這是黃金海岸目前的現況 包括它這個雙邊的植物 有時候看起來變成比較雜亂 這個部分可能也要特別再拜託 有沒有什麼樣的統一的一個設計 可以讓它可以看起來更符合觀光的需求 這是現在黃金海岸旁邊有一個清水公園 當然它可能還沒有正式的完成 所以它其實還有很多的黃線綁住 可能也沒辦法讓人很輕易的去使用 還有四周圍的景觀的 我請前我剛才說的 其實這個部分有可能是散步道 你看有可能是自行車步道 不過它的這一邊它的西邊其實是海 但是它的一些相關的植栽 這不僅沒有辦法讓自行車道看到海 它也相反的反而造成了感覺上 感覺這個環境會變成如果沒有好好的 長期的去投入維護保養化 那它有可能會變成一個髒亂點 這個可能要拜託相關局處 在這個常常去走走看看順順的 那我想這個其實講到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想最近不知道 李孟業李局長李秘書長 這個是不是有發現 最近這個黃金海岸再往南去高雄 新達港的部分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家庭的部分 最近有煥然一新的感覺 這不知道我們的秘書長有沒有發現 那包括這個我剛才有提到 提案的美化 還有這個公共設施 其實它從原本看起來很破舊老舊 我也是聽聽這個尾山 沒有辦法使用 來讓它有一個新有的一個公共設施 那它的管線的部分原本也是一樣 也是接生這樣 那他們也經過了這個改善 其實也變成一個很適合 這個我們去散步行走的一個好的地方 所以這個高雄 我們的高雄是有對我們的家庭海盤 有做一個景觀改善的一個計畫 那我想這個計畫 它分三期來做進行 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三期 它的第二期是103年度 這個三月分就已經來完工 它會繼續對到我們在林茄的出海口 一直南至新達港的部分 它已經來做到這個第二期的部分 接下來第三期就要做到他們的新達港 那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黃金海岸 我想我經常經常 經常藉由這個王史詩局長 來討論這個我們黃金海岸的部分 我想這個王史詩局長 心中的痛 它可能不方便講 不過我想這個一個黃金海岸 或任何一個景點 它需要翻轉 它需要重新改觀的時候 其實更需要龐大的經費 在後面做支撐 所以它就向為了 它總共的經費高達4億8千4百萬 我想這個4億8千4百萬 這也絕對不是一個觀光 有資料來負擔會去 這個是由他們的高雄市的水利局 的一個部分 做統籌的一個橫向聯繫的一個協調 大家協助共同出經費 來籌出這個錢 來改善黃金海 來改善他們家庭的海盤 所以後來有機會 我們這個檸檬業理局長 有機會 你如果是這個 會保有比較空閒的時間 看到有機會 讓我半點鐘還是一點鐘 我叫你來散步 我們可以好好來散步 我們來看一個借鏡 借鏡他山之死可以工作 來借鏡這個相當鄰近的一個地方 讓我們的黃金海岸 有機會也可以像這樣子 來符合這個在地的需求 而且也可以提高它的觀光的效益 這個部分再拜託市長 再拜託李秘書長 李秘書長請 謝謝議員 對我們黃金海岸的這個關心 還有推動 那我想目前高雄這個地方 它確實是結合了這個台電 當時新達港這邊電廠的回饋金 去做一些養攤工作 那另外也爭取跟籌編的4億多的經費 去做美化 那因為它過去是因為海岸侵蝕的很厲害 那有配合台電這些經費 做養攤成功之後 才去逐步的來做這個河岸的美化 那我想我們黃金海岸這邊目前也是 市府也爭取六合局的協助 逐步的在做養攤 那我想我們會再 那另外最近公務局的這個清水公園 也在做整理 那整個景觀會有煥然一新 最近如果完成後就可以來開放 應該會有帶來煥然一新的這個感受 那另外水利局也針對 黃金海岸的這個自營車道 往南延伸延伸到二仁溪 到這個台一線 目前也爭取到經費 那完成之後就可以 從這個黃金海岸一直到齊美博物館 這邊就可以來連通 那麼後續我們怎麼樣看 可以來再繼續的 對這個地區再做整體規劃 讓這個地方的油氣 還有觀光能夠更加的成功 好 好 感謝陸議員的指教 我今天在這裡 除了感謝陸議員 登記關心黃金海岸 和提案沙灘富裕者的問題以外 我也正面回應 就是說我們會組一個專案 我們會去了解說 是當中高雄是在私營國的經費來玩 或者是中庸補助 還是高雄市政府 本身拿出來 因為我們過期 是在我們打了一些調查 除了我登選禮美的時候 最主要是幫忙 呼籲這個沙灘 現在已經呼籲成功了 所以就打了調查 就是說本來有衆胸要來ROT 還是要 dropped 要2年 結果他突然間 我們有其他的原因他都要停滯 所以既然ROT沒辦法也好 不然我們就自己來做 所以我會變專案變的醫生 來改善黃金派法 在加雄剛才那個秘書店有跟你說明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也有三千一百萬的經費 要來做腳踏車道 可以跟黃金派法連到旗幣北部館 我想經過的交易就比較大 你的要求希望秘書店可以背你去看 我在這裡同意請秘書店配合 我也請我們新人的副市長 副市長也到上去 觀光局局長也到上去 大家做一個經過的探討 變醫生今年我們籌變預算的時候 就把醫生放下去 明年就可以開始來做 以上簡單說明 好感謝市長 那最後我要利用點剩下幾分鐘的時間 來特別拜託我們林勝哲林局長 我想林局長其實不知道 我們對到我們這個萬利昆辛哲林 可能也蠻了解 我看你也蠻常去的 那我想這個在這邊跟局長報告 我們的萬利昆辛哲林的人口數 是這個結智民政局給我的資料 是24652人 但是24652人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 我們其中有17%是小孩子 那13%是65歲以上的長者 那我想這個65歲以上的長者 如果是13%的話 7%就已經符合老年化社會 那13%離14%的高齡社會 其實只差一步之一 但是如果以實際的這個居住的狀況來說 因為我們那邊那三個地區 是屬於比較部落型的一個地區 所以青年的這個外移人口 可能會比較相對於會比較嚴重 或是說即便他沒有外移 他可能會知道 這個都要去上班 都要去上班 有時候去高雄上班 所以其實實際居住在那邊的長者 其實會比統計的數據還要多 那所以接下來我要特別 拜託局長的部分 我常常在這個萬利也好 氣球也好 還是勤心也好 其實萬利、氣球、勤心 這些市場 尊重要去病院 最近的可能是台南勢力醫院 還有更方便 可能是這個生態 接下來就是機密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有時候對到我們 地方比較部落型的這個地方來說 這個距離上是比較遠 我也常常看到這個阿公阿嬤 騎自行車 因為萬利那時候有時候很難停車 所以他們這個阿車也有可能 這個樹裡面的青壯年人口 上班輸用 所以這個阿公阿嬤 都常常騎自行車 小車去病院去就診 去門診 無關是泡風的 也一樣 易富如斯 都是一樣 所以看到很不甘 那這個 我們過去 這個過去我們的 萬利活動中心 在民國89年9月25號 到我們的這個100年的9月 其實曾經邀請過郭忠和醫院 在這個地方 有設一般性的一個門診 是 那當然中間因為90年 我們的這個死罩 那個居三的死罩的 這個相關的辦法規定 來做修診 所以 已到到100年 換付接人的實施 主任沒有付合表相關的法令 所以就無在庁 繼續在這個地方 來設門診的這個專區 所以這個是特別拜託局長 可以未來 可以 恢復過去 在我們的活動中心 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是相較之下 是比較少在使用的 它的左邊 它北側是一個大禮堂 大禮堂很多人使用 但是我們側的這個部分 其實也比較小的一個空間 那是不是可以拜託 這個局長 這未來有機會 在這裡也可以設一個 門診的部分 來解決我們 昆喜灣醫療資源 可能相對比較落後的部分 謝謝議員 長期對我們這個 昆喜這邊附近 灣裡這邊附近 居民這個醫療的這個 品質也好 或資源的關心 這個跟衛生局的整個 衛生政策 健康政策 完全一樣 這是我們無悔的責任 那程度議員剛剛講的 他一百年六月一號的時候 因為整個負責人變更 那因為新的這個建築物的使用 這個規定 它的類組 從第一 現在是第二 不符合第三 這個可能第一個 區公所或這個要去跟公務局 做相關的申請 那就算他申請過了以後 因為這是機關用地 所以他如果要設診所的時候 他不可以直接委託給他 要由我們市政府做委外的動作 那當然也希望就是說 有相關的醫院 可以這邊做相關的醫療的服務 那也造福我們南區的這個居民 那目前南區是有五家的診所 有三個 加一科 兩個一般科 那當然附近除了剛才那個議員講的以外 郭忠和醫院也滿近的 所以我們會再如果有他能夠改成機 山用地的話 我們會去招募一些相關的醫療院所來這邊設 把我們相關的門診 好 再給旅醫院一分鐘的時間 好 謝謝主席 局長先請坐 那我想這個我們剛才有提到 灣裡活動中心 那如果要設相關的這個門診診所的話 陳如剛才局長所說的 我們要先變更我們的使用執照 那使用執照需要有相關的 使用工程的一個經費 這個再特別拜託民政局陳局長 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話 是不是協助我們衛生局來做相關的使照的一個取得 當然這個部分 這個如果是委外的部分 那我想這個局長 這個人員這麼好應該是比較沒問題 這應該有機會 既然我們招募到比較專業的相關的團隊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來做進駐 來解決我們的昆錫灣醫療資源的部分 那也可以讓那個中部的使用 可以比較不用這個騎機車騎這麼久 或是說落後的時候也要騎機車去看醫生 這個再特別拜託局長跟市長 還有消息的照片 給市長做回應 非常感謝魯議員 對南區中重建築的關心 包括一開始的交通建築 那就是說 黃金海鮮的建築 或是最后 管理外团中心的医療因素的政策 我們都很感謝 我們會來推動 配合來推動 特別是管理外团中心的醫療因素 如果說地方、民友的訴求 我會請秘書長 立秘書長有專案來徵合 包括衛生局、導發局、工部局 請他來徵合 看要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 讓我們昆西灣這個地方有一個更方便的醫療地方 好 感謝呂元映議員的施政總諮詢 那麼我們現在休息時間到11點30分 再繼續